曾志伟前妻曾宝怡妈妈现身机场,因曾没有扶养女儿而愧疚自责不已。 2018年3月13日训,昨天曾志伟前妻,也就是曾宝怡的妈妈往美华现身机场搭机离台,她当日一身运动风十分减零,如今已经62岁的她感觉依然保养得很好, 留着短发十分有气质。 王美华是曾志伟的第一任妻子,人称宝妈,小时候家境贫寒,国中二年级毕业,12岁便出来唱歌,18岁嫁给了曾志伟,当时曾志伟21岁,生下了女儿曾鲍怡。 和赵亚之一样,王美华也完全看不出已经62岁了。 和赵亚之一样,王美华也完全看不出已经62岁了。 和曾志伟临婚后,迫于升级压力,王美华将女儿曾宝怡交给曾志伟扶养,由爷爷奶奶带大。 曾宝怡和母亲王美华,两人更像是一对姐妹花。 王美华就照,当年的她有一种张曼玉出道时的温婉清纯气质。 曾宝怡还和妈妈一起出了三本饮食类的书籍,一起上电视主持饮食节目,可谓是非常地质且是一个完满的结局了。 虽然宝妈曾经在曾宝怡的童年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,但是好在女儿最后放下一切,和妈妈近视前嫌。 两人在一起时曾宝怡已经长大了,两人也会经常有矛盾,但是曾宝怡说他们慢慢学着去体谅和理解对方。 曾宝怡表示很理解当时才20岁的妈妈的无奈和无助,而王美华也因为这些年没有亲自抚养自己的女儿,没有让孩子在小的时候体会到母爱,而愧疚自责不已。 他说如果再让她选择一次,她宁愿做乞丐也决不会离开自己的孩子。